台時新聞看世界來關心 美國跟俄羅斯軍艦週五 差點在太平洋海域相撞 兩艘軍艦距離一度只剩15公尺 相當的驚險 但是對於責任歸屬 雙方各執一詞 美俄互相指責對方危險逼近 雙方都聲稱自己必須要 採取緊急措施才能避免碰撞 美軍艦上官兵拍下驚險一幕 一艘俄羅斯軍艦直逼而來 雙方距離一度只剩15公尺 差點在海上相撞 美軍發布聲明指出 美軍巡洋艦昌塞勒斯維號 7號在菲律賓海域航行時 俄羅斯驅逐艦 維諾格拉多夫海軍雙江號 突然從後方逼近 迫使美方全力減速 才能避免碰撞 不過俄羅斯的說法 卻跟美方南遠北側 俄方指出事發地點在東海 當時美方突然切近 俄軍軍艦航道迫使俄方緊急迴避 雙方最近距離只有50公尺 俄方痛批美軍的舉動形同流氓 但美方認為俄羅斯才該為這起事件負責 儘管雙方差點發生碰撞 但事發後 俄軍人員還一派輕鬆地在甲板曬日光域 其實俄羅斯軍機4號才在地中海上空 三度攔截美軍巡逻機 而美軍上個月則在阿拉斯加外海 攔截俄羅斯轟炸機 雙方這次又差點在海上發生碰撞 軍事角力不斷升溫 所以會的